大家好 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Polysonograph 就是中文叫做睡眠多项生理检查的一些基本的探读的原则 Polysonograph这个名词是在1974年提出来的 这个名词顾名思义 它其实就是指在整晚的时候这个睡眠记录 它包含了多项的这些生理数据 所以在1974年 这一个Holland跟Demand跟Reynold提出来的这个定义里面写得很清楚 它说这个PSG就是Polysonograph的缩写 PSG就是Recording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f Multiple Simultaneous Physiological Parameters Over the course of several hours, mainly in the night 简单讲就是说 我们必须对整晚的这些收集的多项的生理讯号 进行记录分析跟判读 那么有哪些生理讯号呢 大家可以看到在左边的这个示意图上面 包含了很多生理讯号在里面 从头上开始呢 有脑波也就是EEG 那还有包括这个眼睛周围的肌垫图的变化 EOG 以及在鼻子气流上面 除了这个鼻子气流的侦测之外呢 Airflow也可能会有一些其他感温的侦测导线 The Mister 都是侦测气流的一个工具 那么在下唇的附近的肌肉呢 我们会贴上这个EMG的讯号 那以及这个脖子的周围 那脖子的通常脖子的侦测 或是前面会贴上这个麦克风 去侦测寒声 那胸前呢 会有这个心电图的贴片 那是ECG 那整个胸跟腹呢 会各有一个压力的传感器 那这个胸腹带呢 基本上它是利用这个松紧带的一个压力传感器的设置 来侦测这个呼吸起伏的变化 那也通常呢 我们的讯号的收集的机器 会放置在胸前 那它本身也具有这个 记录睡眠知识的功能 那手指上呢 还有一个就是Pulse Transmitter 就是测量血氧浓度的一个机器 那它是利用红外线 侦测这个血流的这个吸光度的变化 来推测它的氧气浓度的变化 那所以这么多生理讯号呢 其实要同时收集是工程上的一个挑战 所以那从1974年甚至更早 1950年代发展到现在 其实对于这个睡眠多项生理检查的记录呢 已经发展得非常的成熟 那但是确实受检者还是蛮辛苦的 它必须要在整晚记录的同时呢 要接上这么多的生理讯号感色仪器 那这是一个在检查上面一个不太方便的地方 那在检查环境的设置上呢 其实也有一定的要求 那通常呢 这个检查环境基本的要求就是 它必须要能够确保病人的安全 比如说这个病床呢 必须是有床栏的 那以免呢 病人如果要诊断是这个 这个做梦期的行为异常 或者是他有梦游 或者是他有癫痫这些状况 那如果没有床栏的保护 他可能会摔下来 所以安全呢 永远都是第一个要优先考虑的因素 那再来呢 就是对于这个睡觉的环境 必须是要很舒服的 所以晚上呢 这些光线的因素都要隔绝 避免成为这个干扰检查的一个因素之一 那为了让这个环境变得舒服 所以其实一般睡眠中心这个床的设置呢 通常都要至少让病人觉得 这是希望能够跟在家里睡有一样的感觉 那这是以台北荣总睡眠中心的精神部的床位作为一个例子 那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 这个床的设置其实是 台北荣总的这个健检中心的这个单人床的设置 那一般健检中心就是在白天做健检 那晚上就是把这个床位出借给这个睡眠中心使用 那这样子同时也可以达到这个医润的空间 可以充分利用了这一个办法 那就是经济效益会比较高 那除了刚刚讲的这些设置之外呢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设置就是 在天花板上面会有一个摄影机 那它是红外线摄影机 可以整晚记录这个病人睡觉的状况 那可以搭配这个记录的生理讯号来判读 它讯号上面发生的这些事件 跟它实际影像看到的有没有什么样的关联性 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必要的设置 那通常我们的检查仪器的这些导线都会放在床的左右两侧 那另外就是通常这是一个单人套房 所以病患如果晚上起来要上厕所也都不是问题 那这个就是一个基本的在睡眠中心检查床位的一个设置的状况 那这些设置呢 当然就必须是要有人在旁边监控这些讯号的变化 所以呢 一般的在医院进行的这些睡眠多项生理检查 我们像一般叫做Type 1的Polysonograph 它必须是有人监控的这个一个记录的一个形式 那为什么要有人监控呢 原因很简单 第一个要确保病人的安全 第二个呢 它必须要整晚监视这些病人的讯号的变化 那看看第一个 除了安全之外呢 就是要随时注意病人的这个睡觉的连接的这个生理讯号感色器 有没有因为任何原因脱落那必须要及时处理 或者病人有任何需求的时候 那他就需要去帮忙 所以这个 通常在睡眠中心的这个床位 会这些连接线呢 会集中到一个监控室的房间 那上面就会有电脑萤幕 那去随时看这些讯号的变化 那以台北荣种来说总共有12床 所以其实你可以想象监控室里面呢 就要监控很多不同床位的这些炫耀的变化 其实是一个相当繁重的一个工作 因为特别这些即时晚上都不能睡觉 必须只大夜班 那所以这个在体力上 还有这个作息的调整上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我们用哪些仪器或者是导线来监视这些生理讯号呢 那就是列在这边头 所以右边大致上就是一个睡眠生理检查 会用到这些仪器设备 跟他所需要的导线 那如同刚刚前面的这个第一章跟大家介绍的 他就包括了这个脑波 激电波 激电波包括这个眼睛 眼洞的这个眼睛周围这个激电讯号 包括下巴的这个下唇入境肌肉的激电讯号 也包括这个前颈骨肌肉的这个激电讯号 那同时有心电图这个斜氧浓度 憨生的这个录音 那有这个鼻子气流的侦测 除了用气流压力的方式之外 我们常常也从用温度导线的方式来测量 气流产生温度的变化 那包括这个胸腹带以及这个睡眠姿势 那些都是常规一般在睡眠中心会记录的这些仪器 那当然有些特别的情况下 比如说一些需要特别侦测一些雾气状况 有可能会置入一些比较轻入式的这些侦测器到这个 这个咽喉部甚至是更深的地方 那这个都是额外的设置 那这个在里面这边不多提 但是基本的设置就包含大家图上面看到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一般病人来做检查呢 我们都要做一个评估 那这个评估呢 就必须同时包括内科 以及等等不同科别的评估 所以内科里面当然就包括呼吸神经 以及他的精神的这些状态 那这个就是他整个病史我们要评估的部分 那同时呢 在药物的部分也必须要仔细的评估 他目前有吃哪些药物 有没有吃安眠药 或者是他有吃其他的药物 会造成影响睡眠的药物 都必须要一并去考虑 他有没有抽烟的病史 有没有酒饮的这些病史 喝酒的习惯 那通常白天都是做什么事 那今天来做检查的白天 有没有做什么样特别的事情 那我们也必须要去评估 他前一晚的这些睡眠状态 作为参考 我们通常会使用一些量表 来评估他的睡眠 那常用的量表就包括这个 P茨堡的睡眠品质量表 P茨堡 Sleep Quality Index 简单叫PSQI 那以及这个白天的 试睡程度量表 Apple Sleepness Scale 那通常叫ESS 那通常呢我们有时候会 安排其他的一些问卷 比如说这个失眠的问卷 常用的有这个 insomnia insomnia severity index 或者是这个 雅典的睡眠品质量表等等的 那或者是情绪的量表 像是这个 这个忧郁症的自评量表 也是一个常用的这个 这个问卷的一个方式 那总之呢这些问卷 其实是要搭配前面的这些 病史的询问 那能够让这个病人呢 能够让这个病人呢 再来检查所有 让我们对他的这些睡眠的这个 病史的一个整体性的这个评估 那通常病人都会问说 那他来睡眠中心检查 要准备哪些事情 那通常一个很重要 就是说我们 其实并没有要求这个病人 来睡眠中心不能吃药 特别是安眠药的部分 所以很多病人说 那我安眠药是不是要停掉 那其实是不需要 那原因是因为 这个一般来说 我们睡眠生理检查 一个最重要的目的 是评估这些生理的这些变化 那如果病人有和平失眠的时候呢 其实在睡眠中心检查 有时候可能会因为这个睡眠环境的关系 也睡得不好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睡眠药物是必要的 但是我们确实会建议呢 病人只留下这个不影响这个睡眠呼吸 等等这些药物 那所以如果说这个病人发现这个环境 而陌生睡不着的时候 我们甚至还可以临时开立这个安眠药 但就如同前一堂课所提到的 一般传统的正经安眠药物 是对呼吸还是有些影响的 所以一般我们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还是会开立Z类的 就是Zopidem 就是史蒂诺斯这类的药物 那一方面是不影响它的呼吸 又可以能够帮助病人 就是进入睡眠的状况 那所以药物其实在睡眠中心晚上 我们并没有要特别停掉 那但是它就必须要详细的记录下来 所以我们就可以做 根据这些药物记录做一些评估 那唯一要避免的就是呢 就是不要吃这个中枢神经兴奋剂 所以有一些病患呢 其实它会这个诊断是初睡症 它可能白天有吃这个中枢神经兴奋剂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希望 它在睡觉前可能六个小时内 至少六个小时 那还有服用的状况 或者是像有一些 注意力不集中过动症的小孩 那也会吃中枢神经兴奋剂 那一般这个药都是在白天吃 那有时候我们也会建议 那在做检查那天晚上呢 这些药就先停掉 那显而易见呢 那这些中枢神经兴奋剂 会影响睡眠品质 所以它当然不建议在晚上做检查的时候吃 那同样的就是白天也尽量不要睡午觉 那免得晚上可能真的会睡不着 那到底有多少人会在睡眠中心睡不着呢 其实以我们的经验是 通常大部分的人都会睡得还不错 那当然的确是会有大概四分之一 到的人会抱怨说在这个睡眠中心睡不好 但真正在睡眠中心整晚都睡不着的 其实很蛮少的 大概可能一个月 甚至两三个月才会有一到两个这样的患者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前面提到 就是睡眠中心环境的设置很重要 因为我们不是希望病人来这边很辛苦做一些检查 已经不太方便了 那还让这个环境弄得不好睡 那这就不是睡眠检查一个最重要的目的 所以这个是在整个设施上 可以跟大家做的一些简单的分享 那这个就是我们一般会询问病患的一些的基本的表格 包括他的一些一般的资讯以外呢 除了这些身高体重血压 可以计算出他的BMI 以及血压的状况之外 还包括他的一些病史 心血管疾病 高血压 糖尿病 脑部外伤 头部外伤 这个药酒瘾 以及精神科的病史 有没有起伏自杀 忧郁等等的状况 他有没有失眠的情形 失眠是哪一种形态 有没有抽烟 喝酒 喝咖啡 喝茶 你看看这些其实都是跟睡眠有关系的 那其实也可以从这边看得出来 睡眠其实是一个蛮跨领域的一个医学 那他不是只有单一科目 包括他是纵横好几科 包括精神科 神经科 胸腔科 比喉科 甚至牙科 那这些都是跟睡眠有关系的这些 这个医学专科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整晚 除了做检查之外 其实还要对病人状况做一些详细的评估 那实际上在记录讯号的时候 呈现的画面就是这个样子 一般来说 我们会以这个30秒的这个讯号长度 它所作为我们监测讯号的一个一整个电脑萤幕 它所占满的长度就是大概30秒左右 那这些讯号包含哪些排列呢 其实你可以看得到 基本上就是这上面是心电图 然后下面呢 再来就是脑波 脑波一般我们会记录六个讯号 包括这个frontal central 跟occipital 左右两侧各移更好 那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脑波的设置 然后包括这个眼洞 这个下巴肌肉的这个肌电图的变化 以及中间这一排一大部分都是呼吸的这些相关的讯号 那还有包括这个打憨 长性浓度的都是跟呼吸相关的 那所以下面这一排呢 就是跟这个腿动有关系的 以及它的睡眠姿势的变化 那有时候那个这个心电图呢 我们会直接转换成它心跳的变化显示在下面 所以这个就是在整晚进行睡眠监测的时候 我们一般在电脑上会看到的画面 那这些整晚的讯号呢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会进一步的去判读 然后浓缩成一个更简单的一个表格 那这个图表的目的就是要一目了然的 能够看到整晚睡眠的状况 那这需要包含哪些资讯呢 就需要包含脑波的这个睡眠分析 需要包含这个呼吸的一些相关的这些变化 我们也需要知道病人的腿部有没有抽动的现象 那甚至目前我们还会加入一些 测量自律神经的一些功能在里面 那这四个东西的目的 其实就是要帮助判断 它各种不同的这些睡眠障碍 那这个在前一堂课 已经跟大家做一些概括性的介绍 那实际上在做睡眠检查 所以有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 透过这些不同的生理讯号 我们可以对这个病人他不同面向的这些生理状况 有一个概括性的一些介绍 那这个图表就变得很重要 因为前面的这个脑波这些讯号 他不只脑波 前面的包括每30秒每30秒这样子的一个讯号 他的细节太多了 我们通常需要一些叛读 来帮助我们浓缩到这样一个 一整晚的这样一目了然的这个表格上面 我们就很容易可以跟病患或者是受检者 能够根据这个表格就说明清楚他的状况 所以今天的这个课程呢 我们就会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每一个项目 除了这个自律神经 在下一场给我再讲之外呢 前面这三个项目 基本上的判读 会有什么样要注意的地方 那在这个做判读 这个或是做这个PSG的检查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必须要能够有一个 对这个了解就是说 PSG他确实并不是 是万能的就是说 我们虽然记录这么多生理讯号 可是我们心里面必须要有一个了解 就是说他能够去判断哪些疾病 直接直接列出来 他能够去处理的这些疾病的范围 包括睡眠呼吸 我们可以做一些详细的判断跟诊断 触睡症 通常搭配这个白天的这个睡眠的多次入睡检查 也可以做一些判断 那包括这个睡眠异动症 包括动由这个做梦期行为异常 这些都是我们作为判断的一个 可以做PSG诊断的一个疾病 包括这个癫痫也是 还有包括腿动症候群 以及一些比较复杂的这些失眠 它可能就是包含不同的这些失眠形态 或者是合并一些精神疾病的这些失眠 那基本上在PSG呢 其实都可以看到这些相应的这些变化 好 那我们就来针对这个脑波的睡眠分析呢 做一个判断的基本介绍 那睡眠脑呢 其实它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来区分 它现在是醒 还是这个在睡觉当中的一个不同的阶段 那所以 除了一些其他必须要帮助判读的这些 激电波等等这些讯号之外 最重要的是脑波的讯号 那脑波的讯号呢 一般我们会希望 至少能够有这个三个不同的位置的这个讯号 包括这个frontal central 跟occipital 像这样的一个讯号 都是从前额叶 应该说额叶到中间的顶叶以及这个整叶的部分 至少如果是单侧或者是左右两侧更好 那必须要有这样的记录是 才就可以符合这个脑波睡眠分析判读的这个基本的要求 那这个包括额叶这个顶叶以及这个整叶 他们的脑波贴的这个位置到底要怎么样去处理 那其实都有一个标准的一个做法 那我们这个是 Follow这个脑波的这个10-20 system 那这是一个国际公用的一个标准 那原因很简单 就是每一个人的头型大小都不太一样 那所以这个标准就是希望在每一个受制者上 我们都可以遵照这个标准的这个位置 来记录这些脑波的这个位置的这些分类 所以呢这怎么分类呢 我们其实从这个侧面图来看 你可以看得到 我们前面的定位点在这个鼻梁骨 跟这个额骨最相接最凹下去的地方 我们叫做内衔 那这个点呢我们先定位好 那整叶这边呢有一个突出的一个骨头 我们叫做一年 从内衔到一年呢 我们就划分为几个等份 首先我们先找到 从内衔到一年区分一半的地方 它就是这个中间vertex cz所在的这个位置 那往前跟往后 会去把它切割成五等份 前面的这个五等份的其中一份呢 就百分之十 全部的百分之十 这个就是fp1前面会经过的地方 那再来经过这个另外的两等份 就是全部的百分之二十呢 就会到这个fz的这个地方 然后再经过两等份到中间这个地方 所以从前到后呢 总共划分成十等份 那只是用十二十二十再二十十这样的比例来做 这个 所以这有就是ten twenty system这个命名的由来 那我们从侧面这个部分呢 当然只看到侧面这个定位的状况 我们还必须要从上面来看呢 就是从左边的这个耳朵到右边的耳朵呢 这一个ear log这一个定位点呢 我们也会切割成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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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十 这样的一个分法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整个头壳上面的脑波的定位点 把它定位出来 所以刚刚说的 我们通常在记录这个脑波呢 会希望至少能够有frontal central 跟occipital 这三个位置的这样一个记录 那所以我们 因为这个脑波都要贴起来 其实要花一段时间 所以在睡眠检查的常规上 一般我们不会把这全部十九个 channel 全部都贴好 所以就会贴这个六个讯号 就是F3 F4 C3 C4 O1 O2 那当然如果说你能够只贴一边 最少三个 那是基本的要求 那如同上一堂课说过呢 其实脑波的这个睡眠在醒跟睡的变化 其实是有一些频率跟正弗的这些不同 那简单来说呢 在清醒的时候 脑波一般都是一个比较高频的 这一个β wave 那进入这个闭眼期 或者是想睡觉的时候呢 这个α wave 就会变得比较显著 那真正到第一期睡眠呢 就会到这个θ wave 所以从频率到β是12到20Hz 那α是8到12Hz 那θ是3到7个 就是每秒3到7个波 那在这个第二期睡眠呢 基本上 它是一个θ wave的一个base 那它有时候出现这个spindle 那spindle呢 它会出现稍微有个几秒钟的快波的这种状况 大概是α的这个频率 α到β这个频率中间 那同时也会有时候出现到k complex 那这是一个比较慢的波 那基本上它的这个k complex可以视为这个慢波的一个独立的一个波 那如果它连续的发生的话 那就可以变成这是一个慢波的睡眠 那同时这个在做梦前的脑波上面 也相对比起心弦来说 也是属于一个比较活跃的脑波 那有时候会有一些特别的像巨子波的这种脑波会出现 那这个就是前一堂课已经提到这个睡眠脑波会有的变化 那从这个变化呢 那从这个变化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根据每30秒的这个判读 来去将每30秒的分歧能够定义出来 那呈现出来的呢 就是一个整晚睡眠分歧的状况 那所以 我们这些睡眠分歧图呢 其实基本上就是透过这个脑波 作为主要判读的标准 然后再以这个ENG 作为一个辅助判读的一个讯号 那这个ENG呢 其实就包含EOG跟ENG这几个讯号 以及这个脑波 所以刚刚 如同刚刚前面所介绍的 我们进行这个睡眠的分歧的这个定量呢 就包含了脑波 EEG 这三个channel 以及EOG的左右眼 以及这个下巴的这个 下唇附近的肌肉 Mentalis这个肌肉的这个 肌腱图的变化 这些变化就是要帮助我们判断 在这个睡眠当中 为什么除了脑波之外 还要其他呢 就是帮助我们判断一些睡眠当中 特别是做梦洗的一些 肌肉的这些讯号的变化 那所以 我们 刚刚介绍过这个 脑波通常是以每30秒 作为一个判断的基准 那所以我们基本上在 睡眠监测的这个 这个电脑萤幕上的 上方的这些讯号 就是直接让我们去 帮助我们判断这个 睡眠分歧的这个 这一个基据 那对于初学者来说 有时候直接看到这个 上上下下的这些脑波 有时候会眼花缭乱 那所以 这是为什么 睡眠的技师通常需要经过 一定时间的训练 那才能够 做一个比较好的判断 那虽然目前这个 这个睡眠 特别是美国睡眠医学会呢 每一年 都会制定 应该说修正 制定并且修正 这些任典判断的标准 那大致上所有的标准 基本上 这经过这么多年来呢 大致上的大方向的原则 都是一致的 那只是在 探设的标准上面 每年都会做一些修正 跟检讨 那目的呢 就是希望 减少人为主观上面的这个偏差 但实际上呢 我们常常还是会发现 不同的睡眠祭师之间 他判断的这个一致性 还是一个问题 那也就是为什么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 这些人工智慧的应用 希望能够 对这些数据有一个 比较精确的判断 那他可以 他并不是要取代祭师 而是要 帮助祭师 能够让这个判断变得更一致 当然我们也不敢 我们这个 AI的人工智慧呢 他没有办法取代 其实一个重要的理由 就是因为 通常在医院 我们整晚一定要 人做为一个监测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帮忙 那目前机器很难 直接就是取代人去监测 这个安全性的部分 比如说这个病人随之有什么需要 通常就是人必须要马上处理 那机器他也许 虽然可以帮忙做一些判断 但是他没有办法处理 这个病人晚上他需求的部分 那可能临时他要上厕所 他需要有什么要不舒服 那这个祭师随时都要做第一线的处理 所以这个是 顺便祭师他辛苦的地方 那以目前这个台湾顺便医学学会来说呢 这个祭师需要经过一年的训练 那要累积一百例以上的这个 这个训练报告的判读 并且经过考试 他才能够成为一个认证过的训练技师 所以这个是 其实是一个需要训练的过程 那我刚刚提过 就是我们基本上是 以每30秒作为一个 判读的一个 一个block 就是我们叫做一个epoch 那这个 每一个30秒呢 就是称作一个epoch 那我们就会 用这个 一页一页 就是epoch by epoch 这样的方式 做主页的判读 那大家会马上就想到说 这个睡眠如果是一个连续的变化 如果刚好切割了这30秒 它跨越了 这个两种以上 两种的这种睡眠的这个状态 甚至有可能说两种以上 也许都是有可能的 那怎么办 所以我们会大致上 利用一个majority rule 就是一个民主的一个方式 就是这一页里面 大部分是哪一个分析 那我们就会作为这个 判读的标准 有的时候呢 也必须要参考前一页 跟后一页的这个状况 来做这个判读 所以 基本上这个判读 它是有些标准在 那今天的课程 并不是要详细到说 到底这些 rule 怎么样去判断 我们今天介绍一个大致上 大方向的原则 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清醒 这件事情呢 那我这部分 就用中文来呈现给大家 那一般来说呢 这个清醒或者是放松闭眼的时候 那通常会在整页的部分 就是occipital的这个EEG的channel 会容易看到 容易观察到这个alpha reason 所以如果在这个脑波上面看到alpha reason 然后呢 它又是一个low amplitude 并且它的频率会有一些变动的这种情况下面 我们就会判断它是清醒 当然它也有可能是张开眼睛 它是属于beta wave 那这肯定是在属在清醒的状况 那这个时候我们会 搭配这个EOG来做一些判断 因为我们通常EOG在 应该说人在清醒的时候 一定会有眨眼的动作 那这个对这个眼动图 会展现一个非常明确特征的一个讯号的变化 那以及这种它如果是在看书 或者它也会有这些眼球积电图 这个同步变化的这个方向 那以及这个非规则性的快速眼球转动 那这通常都是跟我们人在看清醒的时候 看东西的这个扫描的这个病人动作是有关系的 所以搭配这个眼动图 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判断这个病人 是不是处在清醒的行星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依据 就是这个一般就是贴在这个下额附近的这个积电图 那通常在清醒的时候 我们肌肉的活动量都是比较显著的 所以看到这个EMG的这个症幅通常都会高于睡眠期 那这个三个东西组合在一起就可以帮助我们去判断 这病人是醒还是睡 那这是一个典型的病患这个清醒的一个整个讯号的一个表现 那同样的这整个横轴是30秒 我们就是以30秒作为一个EPOC 那我们判断顺便分析之前提过 就是以上面这几个包括脑波以及EMG 作为我们判断的一个基准 你可以看到这边EMG它明显的这个 在30秒里面都有很明显的这个活动量 那这个脑波呢 它是处在一个alpha的rhythm的一个状况 那大家可能会说 我怎么在30秒里面知道这个脑波是叫做alpha rhythm 那其实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刚刚说过 你这个睡眠技师需要一整年的一个专门的训练 因为我们肉眼呢 其实对判断频率跟振幅这件事情 是可以还蛮敏感的 那即使在 就算是这个我们一开始没有很信心说 能够到底说它的频率到底是什么 其实现在的电脑软体也都能够 就是帮助我们去很快的把这个脑波的频率算出来 所以总之呢 肉眼去判断频率跟振幅这件事情 就是睡眠技师他们训练养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能力 那所以我们通常睡眠技师就是纵观这30秒的变化 就要能够知道说他的睡眠分歧是在什么地方 那你特别看到这边 这些包括眼动的讯号都符合他在清醒的状况 那下面中间当然就是包含心电图 他的心跳以及这个呼吸等等这些状况 那就是下面另外的段落会去介绍的 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把这个讯号呢 把它就是在集中到五分钟的这个尺度上去看 那有为什么要看五分钟呢 其实就可以对这个讯号 包括他对呼吸的影响做一些纵观的这个变化 我们知道有很多时候呢 这些呼吸跟脑波以及心跳的变化 但是我们判读完这些所有的讯号之后呢 还是要从一个聚观的角度 五分钟的角度去检视我们这些判读有没有什么问题 比如说在这个五分钟的尺度之内呢 其实就可以分成很多的30秒 然后呢就可以马上看得到像这个部分 它是都是清醒的 然后它会有一些肢体动作的部分 你也可以很容易看得出来 它在清醒阶段这些呼吸的这些变化 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睡眠的检查上面呢 除了很细节的30秒的判读之外 其实有时候也要从聚观的角度去看看这个讯号 到底发生什么问题 那这个接下来就是 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第一期的这个非动眼期的睡眠怎么判读 我们叫做 non-rapid eye movement stage 1 我们要解决一下N1 就是non-rap的N1期 那这个N1期呢 它这个 当然就是必须要进入 刚刚所说的theta wave 所以即使 在这个30秒里面呢 它不完全都是theta wave 但它必须 α wave 必须要小于50% 如果就像刚刚说的这个majority rule 如果这个 这30秒呢 α wave 能出现的这个时间 大于50% 那么我们就还是要认为它是清醒的 所以N1的一个条件就是呢 它要进入一个theta wave的状况 那根据这个majority rule呢 它的α wave 必须是 这样子整个30秒 少于50%的时间 而且这个背景频率呢 必须要 确实要能够减少 主要是要进入一个theta波的一个状况 那有时候会看到这个 除了theta波之外 也会有出现一个 比较高震度的一个 我们叫做头顶ray波 那这个其实 你如果看它的整个波形的这个频率 也是属于这个比较慢的theta wave的这个波的频率 所以整体来说呢 就是N1的stage是已经进入睡觉了 但是它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这个睡眠 它只是睡着了 那这个时候其实还是蛮容易醒来的 它脑波确实变得比较慢 但是它可能还是会醒过来 所以N1其实有时候是一个比较 界定比较不是那么清楚的状况 那实际上如果大家有兴趣去看一下 最近这一两年人工智慧对于睡眠脑波的叛徒 大家都可以发现呢 N1也是目前在叛徒上面比较困难的地方 原因也是因为它的标准呢 其实是有一些些主观的成分在里面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N1目前的叛徒 人工智慧的叛徒的这个准确度上 还需要再更加强一些 那这个同样的在N1里面呢 我们会发现这当然就不太会有这些眨眼啊 这些等等 这些gazing 这些眼球去看 去焦在某个地方转动这些一眼区的变化 那它会相对变成这个比较缓慢的眼球转动的这个表现 那这个时候因为已经进入睡觉休息的状况 所以一眼区的这个阵幅通常都会变得比较小 比心情期要来的低 那这个就是N1提的一个基本判徒的一个标准 所以一个这张图就跟大家看一下 N1是长什么样子 那么这个明显可以看到呢 这个脑波的频率呢 其实变得比前面的α变得更慢了一些 中间有一些地方可能还有一点点α这种 比较高频的这种比较快一点的波 可是大部分其他的状况都是属于比较慢的这个波 那同样的你可以明显看到 ENG在整个30秒呢 其实大部分的振幅都是变得比较低的 所以这个表示它已经进入这个放松睡眠的这个状况 那眼球转动的这个变化也都变得比较缓慢 那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N1的这个睡眠 那我们就把这个清醒跟睡眠是做个比较 就是你就可以幕了啦 那我们左边这个是刚刚介绍这个清醒的脑波 你明显看到脑波的频率是比较快 那然后呢 它的ENG的症幅也比较高 那右边呢 这个眼洞呢 有一些同侧这个聚焦的这个变化 那右边这个是N1的睡眠呢 明显可以看到它的眼球转动又变得比较慢 那这个脑波呢 就也是变得比较慢 那ENG的症幅变得比较小 那这个就是在清醒跟N1上面一个很大的不同 也跟大家做一个side by side 那接下来就请介绍这个N2 就是所谓的non-rapid eye movement stage 2 我们简单叫N2 那N2呢 常常在不少研究上面认为是一个真正进入睡眠的状况 所以呢很多时候有些研究 他们会把这个睡眠的latency 就是从关灯到睡着的时间定义在真出现第一次第二期睡眠的时间点 不过目前有时候我们在研究上为了这个一致性 我们还是以N1作为这个latency的一个指标 我只是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在实物上也有认为说N2才是一个真正的睡眠 那N2呢有哪些特色就是它除了这个baseline还是一个theta波之外呢 它会出现这个spindle跟这个k complex 那spindle呢就是顾名思义它就长得很像这个spindle 这个仿锤波 那它是一个振幅从低到高的再到低的一个过程 那频率呢也会变成一个快波的一个状况 所以它是一个amplitude跟这个frequency跟modulation的一个脑波 那目前的spindle呢确实跟很多记忆力的这些研究都有非常高的相关性 那k complex呢它基本上就是一个独立的曼波 所以可以看到它本来是一个theta wave 那它出现一个这个比较波长比较长的一个独立的一个波 那如果这个曼波连续的出现 那就可能会进入第四位的第三期睡眠 那在第二期睡眠里面通常我们就看到一个独立的曼波 那这个时候呢在一眼区还是会看到一些缓慢的一些眼球的转动 那肌电图呢还是会看到这个一眼区的症幅比较低的状况 那甚至属于一个更放松的情形 那可能跟这个ram其实是会相当的 ram其实是肌肉最放松的时候 那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这个m2的睡眠 那大家可能一下子就会觉得说 这跟m1有什么不一样 那其实透过这个训练呢 你可以马上发现 这边有一个spindle 这边有一个spindle的这些wave 那它就是一个判断它作为一个第二期睡眠的一个依据 所以它的baseline还是跟m1有点像 就是theta wave 但是它有出现spindle wave 或者是k complex 那我们就可以认为它是一个第二期的睡眠 那这个时候当然辅助的判断条件还是必要的 包括它的眼球基本上可能没什么变化 或者是变化得很缓慢 那它的emg的症幅也变得很小 所以如果以这个五分钟的这个条件来看 你就会发现好像就没有像刚刚30秒这么漂亮 你就会发现呢 其实在这个第二期睡眠当中 如果以五分钟的尺度来看 其实还是会看到脑波有一些变化 这个变化其实是有一些特殊性在的 那这个等一下会再做另外的介绍 但是我只要跟大家强调就是说 第二期睡眠以每30秒来说 它有一个判断的标准 但是呢 其实即使在这个non-rem的睡眠里面 它脑波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其他代表这个它睡眠稳定以及不稳定的变化 这个我们另外再会在下一堂课做介绍 那你可以看到呢 这是另外一个这个n2的睡眠 它在五分钟的尺度底下 脑波的这个变化的情形 那在n3的睡眠呢 其实它就变成是一个 这个所谓的delta wave就是一个慢波 那以目前定义来说呢 它的慢波的比例 必须要大于等于20% 那必须是以这个frontal area的这个脑波的位置作为基础 那通常这个慢波呢 政府就会变得蛮大的 所以对政府呢 也有些要求 那通常我们政府要认为大于75个microvolt 我们才认为是一个慢波的这个频率的基本要求 那这个就会产生一个问题 因为不同的人种呢 其实它的平均头颗厚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看到呢 这个这个慢波 比如说黑人呢 在慢波睡眠上的平均统计起来 会来的比其他人种要来的少 那这个纯粹是因为 我们在睡眠分歧的这个叛徒条件上面 必须要定一个统一的标准 但是这个标准可能 无法适用在每一个不同的人种上面 可能会有一些些些微的差异 那这不是只有说黑人 包括其实不同的年纪 以及这个头颗的大小都会是会有影响的 那通常在深度睡眠呢 眼球通常处在一个蛮放松的状况 它不太会出现眼球转动的现象 所以眼动图不会出现什么样的特别的变化 那这个积电图呢 就是这个下巴肌肉的这个测量呢 其实通常它的A1MG的症幅 通常还要比第二学来的更低 所以 表示这个时候其实进入一个真正放松的状态 所以第三期睡眠来说呢 其实最主要的判断条件 还是以这个脑电波的这个判断为主 那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N3的睡眠 那你可以明显看得到跟N2不一样就是 它出现了这个非常高正幅的慢波 它明显的频率 也就是它的这个波的周长 是比前面的N1跟N2来的更长的 换句话说它的波频率是比较慢的 波长长频率慢 那再来呢就是它的正幅 确实这边有特别标记出来 它是大于75μV 那从在这种情况下它的眼动 只有一些很规律或者几乎没有变化 那再来就是积电图 基本上是平的 它这时候没有什么样的肌肉的活动 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N3的睡眠 那我刚刚提到就是 这个在所有的这个 Non-Rapid Eye Movement Stage的每一期 N1跟N2跟N3呢 其实都有一些频率 脑波的频率正幅 以及ENG的这些EOG上面的这些特征 但是呢 在其实在这个Non-Rapid Stage里面 脑波偶尔是会出现一些其他的形态 那这个形态呢 其实跟睡眠的稳定度是很有关系的 以这个图来说 你明显可以看到 在这五分钟的这个睡眠里面 几乎都是看读为N2的这个stage 可是它会间歇性的出现一些 比较正幅 高正幅的一些快波 我们把这些出现的状况叫做 Cyclic Alternating Patterns 它基本上是一种 arousal的这些marker 也就是说当 当在Non-Rap 当中 接线性的出现这些不稳定的快波的时候 这个病人的睡眠是通常是比较不稳定的状态 相对来说 这个就是一个比较稳定的这个睡眠 因为脑波比较少出现这些高正幅的这些快波 同时呢 大家应该也可以注意到 在这个稳定的这个Non-Rap 的睡眠底下 它的呼吸的频率是非常的规则的 相对于前面这一个 不看这个出现浅呼吸的这一段 它的呼吸频率就变得比较不规则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为什么我说脑波呼吸跟自律神经 是连结在一起的一个事情 那这个事情我们在下一堂课 会详细的再介绍 现在呢我们只要管说 我们每30秒的脑波是怎么判断的 那同时今天也没有特别要跟大家介绍 像这种所谓的CAP Cyclic Adrenaline Pattern的这些判断 因为这属于是非常detail 而且是目前在睡眠常规上面 我目前没有去 常规上没有做判断的一个事情 那睡眠里面另外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分歧 就是Rapid Eye Movement Stage 就是Ram的Stage 做梦期 那做梦期的时候 莫名思义 做梦 基本上就是脑波又处于一个清醒 不是 脑波又处于一个类似于清醒那样的一个活跃的状态 但其实病人当然不是醒过来了 而只是在睡觉当中 脑波又呈现一个活跃的状态 而且这个时候 在大脑这个思考的这些 会出现这些东西上面 常常跟白天 是那种清醒的这种理智的逻辑性是差异很大的 但是大家常说日有所思 日有所梦 这个是真的 基本上白天你碰到什么事情 晚上你可能梦境就会出现哪些内容 这是非常常见的事情 那因为这时候在任期呢 它的脑波其实是相当活跃 所以它脑波的特色跟清醒也会蛮类似 它是一个低正弗 一个混合频率的现象 所以这个混合的意思就是说 它的amplitude跟frequency都会有一些变化 我们叫做modulation 那中文常常就是用混合频率来描述这个现象 那这个是脑波在活动情况下 非常常见的现象 相对于大家看到的这个 特别是深度睡眠这个delta位 它就是一个很规则的曼波 它的频率呢 其实大致上就介于那一个 4到7Hz的那个 某一个频率的频段上面 那不太会有说一下子4Hz 一下又7Hz 这样那么大的变化 所以我所讲的这个混合频率 它会有一些频率的modulation 这个是清醒脑波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那这个时候你会看到这个 为什么叫rapid eye movement呢 就是这时候眼球会有一些快速转动的现象 这个在EOG上面 可以很清楚的呈现出来 那很重要的就是呢 我们怎么样知道这个是清醒还是做梦 那就是看这个肌电图 所以在这个EMG上面呢 在标准的ram的这个情况下面 正常情况下 它基本上是EMG的肌肉活动 是完全受到抑制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生理的保护的机制 因为如果你在做梦当中 梦到一大堆七七五古怪的事情 假设有人在追你 你又想要逃跑的话 你可能就真的从床上 就要跳起来跌下去了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在做梦当中 这个肌肉活动要完全抑制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这也是帮助我们判断 它是清醒来做梦的一个标准 所以从这个rem stage 你可以看到 它脑波又回复到一个比较 这个就是混合频率 然后它的基础频率又是相当于这个 α到θ这样的一个范围 甚至有时候更快一点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它的眼动 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快速转动的现象 这是在EOG上面有一个明显的这个特征 那同时它的EMG 基本上是完全的就是在被抑制的情况 所以这个是一个明显的一个rem stage 那这个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同样的从五分钟的尺度来看 你就可以看得到 在这个EOG这边 就有很多这些快速眼球转动的现象 这个是在五分钟尺度上面 可以明显看得出来的事情 但是同样的在EMG 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它就不是一个肌肉活动的状况 只有眼球会转动 但是其他身体所有其他地方的肌肉都是放松的 这个是rem期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必须要去记得的 那大家可能会注意到 下面这个有一些浅呼吸呼吸中止 那这个确实就是跟rem期 如果有呼吸中止症的话 常常都跟rem期有很直接的关系 那在下面的这个几张图片 我会再进一步做介绍 我们回顾一下看一下 这个M1跟rem有什么不同 所以你可以明显看得到 M1它没有这个快速动眼这个变化 所以在EOG上面 那其实刚刚说过 在M1只有一个缓慢的转动 但是在rem期会有个快速的转动的现象 同样的在M1期 它的EMG还没有进入完全放松休息的状况 所以它的频率 特别它说在正伏 还是会相对来的这个rem来的要大 理论上在rem期 这个EMG是完全放松的情况下 它EMG的正伏是最小的 所以这个就是 你可以看到 虽然脑波好像其实 在某些段落看起来都差不多 可是其实在这个EOG跟EMG 就是眼洞跟肌电上面 有一个非常显著的这个特征 就是导致我们去分辨 它是M1还去rem 那说了这么多 那可能大家开始会有点迷糊的 就是说那到底 所以从清醒M1跟M2M3到rem 都各有它判断的标准 那所以如果对这几个分析 还没有完全清楚的同学 可以看看就是快转到前面的这个部分 再仔细看一下这个图上面的这个不同 我们其实训练睡眠技师或者是医师 其实都是从这个图的训号的肉眼判断来做起 其实我们人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这个人工智能的学习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们我们常常基本上看到这些 例子多看几次之后 大概对这些模式就很清楚的一个判断的标准 那我们之所以要每30秒去做一个分歧的判断 目的就是希望把整晚的脑波的讯息 能够进一步的浓缩成一些临床上可以直接使用的资讯 那这种方式其实在这个资料科学里面 也是一个常用的技巧 叫做Dimension Reduction 也就是说你整晚有这么多30秒的脑波 你如果这每30秒的脑波都要一一去这个资讯呈现出来 其实不管不要说医生可能根本也没办法消耗这么多资讯 那病人根本就无法理解到底你在说什么 所以我们把每一个30秒的分析判断出来之后 就是希望能够算出一些有用的这些参数 哪些参数呢 当然最直接的就是说我们需要知道整晚他睡觉时间是多少 意思就是说呢 他整晚除了这个清醒之外 那到底他进入N1N2N3跟RAM 的total时间是多少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病人 躺在床上的时间是多久 那躺在床上的时间是多久 那躺在床上的时间是多久 实际睡觉时间有多久 根据这个total sleep time跟这个实际躺床的时间 我们就可以算出他的这个睡眠效率 所以睡眠效率呢就是一个 这个判断他有多少百分比在睡觉的一个比值 一般正常来说都是在90%以上 那随着年龄呢这个睡眠效率会越来越低 这是正常的现象 那所以老人家的睡眠盛情率比较高 也就是因为我们睡眠效率会随着老化而降低 那这个另外来说呢我们就要知道说 你的睡眠分期的比率是怎么分布的 那一般来说我们我们整晚呢 其实你还是以N2为这个最大最大的这个分期 大概通常都在百分之四五十五六十都有可能 那N1呢通常会占的比较少 可能就是百分之十到二十 那N3呢大概可能占百分之二十到三十 那剩下就是这个Ranch 所以这个睡眠分期的比率还蛮重要的是因为 如果你今天发现一个病人或者一个受检者 那他整晚都是N2也是蛮常见 但是如果整晚都是N2没有N3 也没有做梦那就一定有什么问题存在 那也没有可能吃了什么药物 使他的Ranch被抑制了 那或者是说他在这个真晚检查呢 很多的Ranch非常的活跃 那我们还记得跟大家说过 Ranch通常都是睡觉 一开始一个半小时之后才会出现 如果他一开始三十分钟就出现 比如说白天或者白天入睡 可能十分钟里面就出现这个Ranch 那他就很有可能有某些生理状况存在 不管是晚上的睡觉Ranch很常出现 可能跟忧郁症有关之外 白天入睡很快就出现Ranch 可能就跟触睡症有关 这些就是我们在睡眠分析上面 比例上也是一个重要的资讯 另外一个重要的资讯就是他入睡所需要的时间 那这个是帮助我们去判断 他的失眠到底有多严重 所以失眠最常见的就是入睡困难 所以我们怎么去客观的衡量 他从清醒到康开始入睡的时间很重要 那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我们其实常常不记得自己 到底花了多久时间睡着 那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们当然不可能去计算 自己到底什么时候睡着 因为睡着那一下 那我们当然就已经没有意识到 就觉得已经睡着了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常常在主观的睡眠品质上面 跟客观的这个入睡时间 还是有一些落差存在 那这个就是另外一个 相当有序的研究议题 所以这几个就是睡眠分析所衍生出来的参数 就是在临床上面 我们常常会使用的一些判断的参数 那都是非常显而易懂的一些参数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这个课程的第二个段落 我来介绍一下这个睡眠呼吸的部分 所以脑波跟呼吸几乎就是这个睡眠判读里面的两大的一个讯号的一个组织 那第三个当然就是腿动 那但是脑波跟呼吸里面隐含的这个生理资讯是最丰富的 那特别是现在呼吸中止症是睡眠的临床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病 所以对呼吸的参数 所以对呼吸的叛读事件的叛读是非常重要的 呼吸中止 这其实是一个症候群 那它其实是包含了好几种不同的呼吸事件 在里面所组合成的一个病征 那所以一般来说在这个整晚的睡眠检查上面 我们会发现这些跟呼吸相关的异常 比如说大家还记得我们在做PSG的时候会测量打憨 那会贴一个麦克风在这个脖子上面 那所以憨深的测量就是一个呼吸事件一个间接测量的一个办法 那当然要很客观的测量这个呼吸事件 我们就要去判断其他的这些形态 包括怎么去定义这个呼吸中止 怎么去定义这个浅呼吸 那还有有些情况下呢 我们会发现明明这个呼吸跟这些脑波呢 它尤其特别是呼吸的这个判断的条件上面 不完全符合这个呼吸中止跟浅呼吸 但是它就正在伴随一些脑波清醒的这些变化 我们把它叫做这个Respiratory Effort Related Arousal 或者简单叫Rira 那Rira这个东西其实还蛮重要是因为 那目的就是希望我们把所有的 第一个就是把所有可能的这些呼吸造成的这个睡眠的不稳定的这些状况 都能够涵盖进来 那再来呢 它就是代表某些情况下呢 因为气流的不顺畅 它也会导致这个脑波的这个Rausal 那所以这个就是在除了Apnea跟Hipopnea 这个中止跟浅呼吸以外 我们也必须要去去观察到 有没有可能有些其他情况 它其实也是因为气流不顺 造成了这些脑波的这个Rausal的现象 那这个都是我们在呼吸中止 这个整个呼吸事件判断上面 需要去厘清的事情 那前面的课程已经跟大家介绍过呢 就是我们呼吸中止可以简单的理解成 这个睡眠的这个呼吸道 它的这个管性 从正常到被压迫变小了 甚至气流完全停止的状况 那从这里可以看得到呢 其实在这个flow limitation的时候呢 其实它这整个这个 这个呼吸的这个波形就会有一些改变 那所以这个就是在Rira上面 我们会去有时候看到的地方 就是它还没有真正到这个 浅呼吸或者是呼吸中止 可是因为它的flow limitation 它就有可能会因为这个气流不顺 导致脑波的Rausal 因为就是我们大脑就基本上 基本的反射就是希望 能够能够让这个呼吸气流维持平稳 那所以任何这些呼吸的变化 气流不顺都会产生一些神经的反射 让你醒过来 又回复到正常呼吸的状况 所以这个就是 就是在flow limitation 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 re-rot的这些事件的发生 那进一步 在这个hippomnia 它就有一些更清楚的定义 所以这边有提到说 这个hippomnia airflow必须减少超过50% 那同时必须要有3%以上的氧气浓度的下降 或者是它必须是气流减少30% 有合并4%的氧气浓度的下降 以及它的时间必须要 都是要大于10秒钟 所以10秒其实是判断 这个浅呼吸跟呼吸中 是一个共同的重要条件 它必须少超过10秒 我们才认为它是一个真正的呼吸事件 那浅呼吸呢 当然它一定会比这个flow limitation 气流限制要来得更厉害 所以它这个呼吸波形上的flattening 也就来得更明显 那当然真正到这个呼吸中止 这个气流就看到完全的flat 没有什么变化了 那以呼吸中止的定义就是 更清楚就是你必须是 气流要减少90%以上 必须要超过10秒 你会看得到呢 对呼吸中止来说 我们就不再定义它缺氧这部分 因为几乎这种情况下 都会造成或多或少的缺氧 所以只要它气流的头颗管制90%以上 它就是一个呼吸中止 那浅呼吸呢 就有一个范围 常常其实跟flow limitation 要做一些区隔 那所以从最下面这个 呼吸的这个胸腹带的这个 不不 气流这个侦测上面呢 就可以看到相对应的变化 那正常的呼吸气流呢 是正幅都差不多的 那这个 在flow limitation的时候 它的正幅就会减少 你创知到 就是一些flattening的这些现象 这flattening呢 在这个 浅呼吸的时候 来得更明显 那到这个呼吸中止 就几乎完全变平的 那这个就是这个睡眠呼吸中止 在整个生理机制上面 这特别是阻塞型的部分 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呈现 那我上次也提过呢 其实我们除了阻塞型之外 还要去虚辨它是中枢型 以及这个混合型 那你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阻塞型跟混合型 基本上都是一个阻塞的定理机制造成的 那只有中枢型呢 它其实是有合并一些其他 神经的这些呼吸的趋力 都产生了一些问题 通常都是在 这个严重的心衰竭的病人上面 比较常见 那上次也提过呢 其实我们衡量一个 呼吸中止的严重程度的方法 目前 还是以这个 所谓的apnea hipopnea index 作为一个判断的标准 那这个index 不明思议就是要去计算 整晚的这个 呼吸中止跟浅呼吸的次数 然后算出呢 它平均每小时出现的这个次数 那上次也提过呢 它判断的标准 就是刚刚提过 就是它的air flow有什么变化 这个胸腹带的这个 訊号相对应的变化是什么 以它的这个氧气浓度下降的情形 那我们以这个每小时的这个频率呢 就可以归纳出目前的这个定义 就是小于五次 平均每小时小于五次还是正常的 五次到十五次是轻度的这个 一个阻塞型的 因为禽度的呼吸中止症 那15次到30次是一个中度的呼吸中止症 那大于34呢 就是一个重度的呼吸中止症 那我们在临床上常常会先用一些问卷 去筛检它这个呼吸中止症的可能性 所以这个问卷呢 其实大家可能听过叫做这个stop band 这个问卷 那这是有几个问题组合在一起 就是stop band 这个问卷 那所谓的s呢 stop的这个s 就是使它的打哼是不是很大声 那t呢 就是它会不会觉得很容易疲倦 就是白天会不会觉得很累很想睡觉 那o呢 就是晚上的时候 有没有观察到这个呼吸会中断的现象 那p呢 就是它有没有这个高血压 high blood pressure 那bang呢 就是指另外四个这个客观的指标 b是指bmi 它有没有肥胖的现象 是大于35呢 或是小于等于35 大于35 我们就算真正的肥胖 年龄bng a是指年龄h 大于50岁 还是小于等于50岁 所以通常年龄比较大的风险比较高 那n呢 是指它的薄微 是小于等于40公分 而是大于40公分的 然后再来是它的性别 是男性还是女性 通常男性的呼吸中止症的风险也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们 我们常常是透过 除了这些真正在做检查之后 判断这个HRI的标准之外 其实在做检查前 我们怎么知道哪些人要去做检查呢 那通常都会透过一些问卷 那stop ban 就是目前在筛检呼吸中止症上面 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问卷 那么 所以 我们刚刚之前 刚前面第一大段落 我跟大家说过 我们 要判断这个 整晚的睡眠呢 最上面 这三分之一的区块 是判断睡眠分析 包括 脑波 眼洞 跟一眼区 中间这个大段落 就是判断呼吸事件的地方 所以你会发现 它有判断这个 就是 胸腹带的这些讯号 脖子的这个胸带的讯号 还有 abdomen这个 这个腹带的这个压力 是变化的讯号 然后还有这个 thermester 就是在鼻子的这个鼻孔这边 贴一个感温的导线 它会针对这个 这个 呼吸气流的温度的影响 产生讯号的变化 还有包括这个 nuscle pressure 就是直接针对气流的这个诊测 那为什么你说要同时针对这个 thermester跟 nuscle pressure 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必须 有的时候气流的侦测 其实是 达讯还不少 那 所以透过这个 thermester这个 辅助的帮忙 我们可以比较 精准去判断 它气流的这个变化 然后还有这个 憨声 以及这个氧气浓度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呼吸的讯号 也透过好几种 生理讯号 我们才能得到一个综合的判断 所以 我们 接下来这个部分 就会仔细介绍 我们到底这些讯号 怎么帮助我们去判断 这个 呼吸的这个讯号 呼吸的事件 红色这个区块 所表达 也是 表达 这些 Tada 我们对这些呼吸事件 其实 还是从几个方向去着手 那简单的说 对于这个中枢型的呼吸中止症 混合型的 以及 黎色型的 我们就分别对应到 我们要去 找哪些呼吸事件 所以对于这个主色型的呼吸中止症来说 它基本上是一个flow的limitation 到hippopnea跟apnea这样一个限制 所以它同时要去找它有没有RERA 就是respiratory effort related arousal 就是刚刚说过的比较跟flow limitation比较有关系的 以及它是hippopnea跟apnea 这都是在主色型我们会看到的这个呼吸世界 那么在混合型呢 基本上是以这个apnea为主 因为这个混合型基本上 它虽然是以主色型的本质 但是因为它也同时伴随着呼吸趋力的这个因素 是以apnea为一个主要的一个表现 那对于这个central来说 它基本上就是呼吸趋力的问题 所以它呼吸趋力的这个 这个减少的严重程度 就会导致它是一个hippopnea来呈现呢 还是以apnea来呈现 那但是 那基本上因为呼吸趋力的关系 它不但会有这个flow limitation 这种主色型造成的这个障碍 所以它就我们在central里面 我看就是主要是以hippopnea跟apnea这个判断为主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去做这个 正面呼吸的这个判断上面要去 去鉴别的 同样的你也可以从这个hippopnea跟apnea角度来看 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hippopnea 潜呼吸的时候 你要先去想说 它可能是中枢的 还是主色的 或者是它是vira的时候 那当然是跟主色最有关系 那如果是apnea的时候 你要判断更多 那你要是 判断它是中枢的 这个混合型的 还是主色的 所以这个表格很重要 就是帮助我们去理解说 你在判断这个呼吸事件的时候 它是属于哪一个形态 那对应到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呼吸的问题 我们先来介绍这个hippopnea就是潜呼吸 那潜呼吸呢 刚刚说过 它的一个通常一个常用的定义就是 它的气流减少到30%以上 那它的时间必须要大于10秒 那同时也伴随这个3%的这个缺氧的状况 或者是伴随这个rousal 那这个是一个潜呼吸的一个定义 那在这个主色型的这个潜呼吸呢 其实我们会常常会看到 在胸腹带上会有一个paradoxical的movement 那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 当我们这个气流有限制的时候 会导致我们在呼吸的过程当中 胸腹压力产生不平衡的现象 使得我们本来呼吸的这个胸腔跟腹腔的压力 应该是在一个coherent的一个方式下 扩张跟收缩 那你在这个浅呼吸的时候 因为胸腹压力不平衡 就会造成这个常常造成一些不同步的现象 那这个是这个是在主色型的潜呼吸会看到的事情 那同时你会看到这个在潜呼吸的时候 这个flow这个压就是气流的部分 确实有很明显的减小 所以这个是一个典型的主色型的潜呼吸 那根据美国睡眠学会的定义呢 这个中枢型的这个呼吸事件就是呢 那怎么去跟主色型做见别诊断 就是第一个他 通常在中枢型的情况下 不会有憨声的问题 通常憨声很多时候代表的是 他的气流有一些不顺畅的现象 那大家知道中枢型的呼吸事件 是跟呼吸的趋力有关系 所以他没有含生是他判断的一个标准 那所以另外就是说 这个鼻腔压力的气流呢 就就是并没有特别 就是他会有一个这个flattening的现象 那还有会有这个 并没有像这个主色型的时候 因为胸腹的压力不平衡的关系 会有这种paradoxical 这种这个呼吸的这种变化 所以这个是central apnea 我们去跟obstructive apnea 去鉴别的一个方法 那对于central apnea来说呢 其实可以看得到 就是他是跟呼吸的趋力有关系 所以在浅呼吸的时候呢 他其实你能看到 胸腹的这个呼吸讯号的正伏就减小了 所以相对的他也会发现 这个flow也有这个减小状况 那记得其实我们在主色型的时候呢 是以flow的问题来影响到这个胸腹的呼吸 但是中枢型呢 是直接以这个呼吸的趋力 来影响到这个flow的变化 这个是在鉴别上面 需要去分辨的 所以两个来比较就变得很明显了 你可以看得到 以主色型的浅呼吸来说 它flow的变化还是相当的明显的 那它会造成这个pradoxical的这个呼吸的这个变化 但是对于这个central的这个hipomnia来说 它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变化存在 这个是两个相对照之下 你就可以知道 怎么去鉴别诊断 它这个浅呼吸是属于主色型的 还是属于中枢型的 回到这个表格呢 那我们刚刚说过 如果你要看到浅呼吸 你就要想到这个 它是一个中枢还是一个阻塞 那当然如果是vira的话 它就是属于一个阻塞型的 如果amnia的话 你就要判断去三种这种状况 我们现在先来看看这个amnia这个部分 那amnia就是顾名思义 它是属于呼吸中枝 那通常它伴随的就是 超过90%以上的气流的减少 那这个通常我们是要用 这个nuscle的这个semester 这个来判断 那时间也必须要大于10秒钟 所以这个是呼吸中枝的一个 事件的一个标准的定义 所以在这个主色型的这个中枝里面 你可以看得到 它的气流就是完全停止的 那它的这个 相对这个胸腹的呼吸的 会产生一些 也会产生一些这个症幅减小 但是它还是存在着 试图想要去呼吸的状况 所以还记得说 在主色型的这个呼吸中枝情况下 它呼吸的趋力 通常是没有问题的 它还是会想要呼吸 只是它的气流没办法进除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它的呼吸气流 几乎是停止的状况 但是这个胸腹的呼吸仍然存在 但是在central的这个abnia 你可以发现 就是它整个这个气流 跟semester 几乎完全是停的 同时因为 原因就是因为 它完全没有任何呼吸的趋力存在 所以 可能胸腹的呼吸 基本上是一个 完全停止的状况 那因为胸腹没有在动作 也就根本就不会有气流 所以 不管是semester 或者是气流 都是完全平的状况 你再回去对照一下 这个主色型的 你就会发现 当你这个胸腹的呼吸 胸腹还有一点点起伏的时候 其实 对于这个semester 它还是相当的敏感 它还是会增测到一点 你因为胸腹的呼吸趋力 产生很微弱的这种气流的变化 这个气流变化在压力测试 压力的传感器上面 通常比较不容易呈现出来 但是在这个semester上面 它就变得很敏感 那这个也就是 帮助我们去区分 它是主色型还是中枢型的一个 相当好用的一个指标 那 对于这个混合型来说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 这个 可能一开始呢 这个 呼吸的趋力 这个不好 但是它本质上还是一个主色型的问题 所以 它 可能过一段 过几秒钟之后呢 它还试图 想要去这个 这个呼吸 那但是因为气流限制的关系呢 它 还是呈现 这个气流 这个 不通的这种现象 那 这就是 这是为什么我说 这个主色型的呼吸重植症 本质上还是跟主色是有关系的 因为它虽然 它呼吸趋力不好 可是当它 想要呼吸的时候 它也没办法呼吸 因为它气流被 被阻塞了 它是一个阻塞型的呼吸重植症 所以 那现在 大家应该就是对 Hipomial跟Amial 我们在鉴别这个中枢 以及这个 混合跟阻塞上面有一定的了解 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 Respiritory Adverse Related Arouser 就是RERA 这个部分 那基本上是一个 主色型的一个 一个病理机制 那从RERA你可以看到呢 从这个 Flow 的变化 其实你 没有办法把它归类为 它是一个 Hipomia 那当然更不可能 是一个 Apnea 那 同样的 就是在这个 这个 胸腹带的呼吸上面呢 其实也没有办法 看到Paradoxical 这些movement 等等这些东西 但它的 Flow呢 确实是 你看这个pressure 它是有些flattening的现象 它是一个flow limitation的一个状态 我们特别就是看到 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 这个呼吸的这个世界呢 其实伴随着脑波的arousal 脑波变得 有这些 高频的快波出现 所以 所以我们 特别是eng 你可以看到 它这边arousal 的时候 这个 肌肉就会有一些 明显张力的这个增加的现象 所以 呼吸事件 伴随着 这个arousal 那就是定义为 这个 Respiratory efforts related arousal 简单叫RERA 那 对 之前就强调说 它其实跟 还是跟flow的limitation 是有关系的 好 那 我们把这个呼吸呢 其实 就按照这个表格呢 就是可以做一个 代瓜性的介绍 那 但是 还是有一些 是 事情 我们还是要回到五分钟这个角度来看 那为什么呢 其实 从五分钟这个角度来看呢 你常常可以看得到更 直观的看到就是 整个 呼吸 世界 对于全身的影响 所以你可以看到 所以你可以看到以这个例子来说 它这个是 对脑 睡眠分析来说 它是在一个rem的状况 它有明显的快速动眼席 那它的这个chim的eng 它是完全处在放松的状况 但是这个时候呢 它合并的有这个 阻塞型跟 的呼吸中止 以及这个浅呼吸的现象 而且时间呢都 达到大约20几秒左右 你从这个图你大概就可以发现 我要表达就是说 其实常常 呼吸中止的事件是发生在rem 它是肌肉最放松的时候 它常常造成会 阻塞性的问题就是因为它 咽喉部的肌肉过于放松 舌头往后倒或者是整个咽喉部肌肉 垮下去 那 因为肥胖等等关系垮下去 那就限制这个气流 那造成这个阻塞性的呼吸中止 那很常见就在rempt会变得比较严重 那这是另外一个例子 这是在rempt的时候的这个呼吸中止 时间很长 像以这个 以这个五分钟力来说 你看这个呼吸中止的时间已经 达到44.37秒 它已经超过30秒了 所以 你有时候在30秒 这个图上你会看到 这个呼吸中止呢 其实一直延伸下去 表示其实有些严重的呼吸中止 它这个中段时间很久 其实对于 这个氧气浓度有很大的影响 你可以特别看到下面这个saturation 就 从这个96、97 掉到78、77 所以 相当于想像你把自己 闭气 超过40秒 你的氧气浓度一定会有一些变化存在 所以 睡觉当中 像这样的缺氧就很危险 所以这是为什么你可以看到 这个 这个 amnia发生之后呢 其实 它 就会伴随很短暂的这个 扰手 然后 让 从RAM又跑回这个N1 其实这里面有很小小的扰手 那就会让这个 病人 稍微很短暂醒过来回复到一个正常的呼吸状态 同样的 你看这个 特别是这个RAM 这个amnia 它29.53秒之后 下一个脑波就伴随这个胃壳的这个状态 表示它已经 让它醒过来 可是它又回去睡 又睡回去了 所以 这个是一个在 论息里面 我们常看到在 Amnia跟Epharmia都会变得比较严重 这是蛮常见的 好 那 从5分钟的尺度来说 你可以看到 对 呼吸事件 对全身的 生理讯耀的影响 同样的如果你从整晚的角度来看 这个影响 也会更直观一些 那这张图呢 其实 前一堂课有提到过 这个是一个严重的呼吸中止症 反复的呼吸中止 让这个氧气浓度 有剧烈的波动 那这个对身体绝对是一个非常负面的影响 那 我刚刚提到就是说 你会发现 有好几个因素 也都会影响呼吸事件 比如说 平躺的时候呢 比较容易发生 呼吸中止 因为重力的关系 常常都是 从上往下来压迫 这是常见的 那 当然不是 每一个人 都是 平躺的时候 才会发生 呼吸中止 某些情况下 如果因为肥胖 造成了这个 呼吸道的 压迫 你可能不管 在平躺或者是侧卧的方向 都会造成呼吸中止 但是 我只是说 大部分的情况下 我们看到 睡眠的姿势 跟呼吸中止 发生的这个 频率跟严重的程度 都有很明显的关系 这个例子来说 你可以看到 这个病人呢 在这个 晚上 11点的时候 他睡觉 从平躺 开始 转成 左侧躺 前面平躺 这一段 他还有 这些 呼吸中止的事件 阳性浓度 会掉下来 但是他 左侧躺一段时间之后 这一个 呼吸中止 就变减少了 在凌晨 大概将近一点的时候 他又改成平躺 他的呼吸中止 又增加了 然后 又改成 左侧躺之后 又减少 又平躺 在凌晨两点 这段时间 平躺之后 呼吸中止 又变严重了 这段时间 凌晨三点 变成右侧躺 呼吸的缺氧程度 又减少 表示呼吸中止 又减少了 所以 那 这个就是表示说 在 这个 你可以看到 在 凌晨四点的时候呢 他左侧躺 可是还是有 呼吸中止 因为这个时候 是跟RAM有关系 同样的 在凌晨两点 这个RAM 也是有一些关系存在的 所以我们常常在看到 这个 这个 呼吸中止的时候 有时候要更 宏观的去看一下说 跟他的睡眠姿势 以及他的睡眠的分歧 有没有关系 所以刚刚说过 特别在RAM期呢 其实 也是 比较常造成 这个呼吸中止 还有睡眠的姿势 平躺也比较容易造成 呼吸中止 那 这个图要表达的意思 有的时候你会看到 其实病人的 呼吸中止事件 或呼吸事件还蛮频繁的 频繁到你会说这个病人是一个严重的呼吸中止 可是其实他的氧气浓度 一般来说 因为说不是一般来说 这个病人的氧气浓度 他还是大致上维持在90以上 表示他的第1个他肺功能 的这个reserve 还是蛮好的 那再来呢 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 这个病人他 每次呼吸中止的时间 并不长 刚刚说过 每个 我们的呼吸中止 跟浅呼吸判断的条件 都是要大于10秒 可是呢 大家记得前面几个图 甚至有些病人会达到 40几秒 这样的呼吸中止时间 所以如果是40几秒呢 对氧气浓度影响 一定比较大 如果你今天呼吸中止 平均只有10几秒多 你还是符合这个条件 可是你的 呼吸的中段时间 因为不够长 所以对氧气浓度的影响 也会比较小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发现 其实 那个呼吸事件的这个时间长短 你跟你的病情严重程度 也有很 很强烈的关系 那所以这个例子来说 虽然是重度的呼吸中止症 但他就 并不是一定需要 积极的佩戴这个 呼吸器或其他指甲 有时候他 他可以做一些 适当的减重 等等这些东西 就可以帮助他改善 所以 这是在临床上面 我们常常会面临的这些 不一样的状况 那这刚刚说过 就是RAM期呢 这个会对呼吸中止 有明显的这个效应 这个病人的呼吸中止 几乎都是发生在 做梦期当中 那其他事件都没有 所以这是一个完全 平躺的状况下 你就可以 很容易的 理清说 他的这个呼吸中止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你这个例子来说 跟RAM是最有关系的 从刚刚介绍到 脑波以及呼吸 其实我们已经把这个资讯 浓缩成像这样的一个图 就是 他有睡眠分歧 有这个睡眠姿势的变化 有这个 氧气浓度的变化 那下一堂课我们会进一步介绍这个 这个心跳跟自律神经以及跟其他所有这些 呼吸以及脑波事件的关系 这个是 就是 我们已经将这个脑波跟呼吸这两个大段落 做一个基本探读的介绍 那 其实如果你去看这个 美国睡眠医学学会这个探读的这个 手册 那里面其实 相当的多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今天讲其实只是一个基本探读 那如果你要 成为一个睡眠记师 你就要实际从这个睡眠手册里面的指引 慢慢去学说 怎么样去客观的去评估每30秒这些讯号的变化 那透过这个一年100例的这个训练 你就可以 成为一个能够读当一面的睡眠记师 今天这 第三个部分呢 我们就要介绍这个腿动的这个部分 那腿动呢 其实 他就是要去看这个神经的这个腿动症候群以及 其他可能发生 那个做梦及时 为异常 或者甚至 癫痫的这些问题 那癫痫的一般还是以脑波判断为基准 但是 以这个腿动来说 我们基本上就是要看上次 介绍的睡眠障碼里面 很常见的一个叫做不宁腿症候群 那 大家记得不宁腿症候群呢 其实 我讲的并不是睡眠当中的一个症候群 他讲的是一个 睡觉之前的一个主观的一个 一个症状 他包含的就是 这个腿部不舒服的症状是越晚越严重 他会不由自主的就是有这个去 动一下 会 就会比较好的这种状况 但是如果静止情况下这个症状就会 很明显的不舒服就会明显的凸显出来 那这个 这个不宁腿症候群其实 会对睡眠品质有很大的影响 他常常会造成入睡困难 所以 有时候常常变成说失眠 入睡困难 大家不要马上就只想到 他是一个精神压力等等造成的 这个 失眠 有可能其实是一个 不宁腿症候群一个神经性的这个失眠 当然我们都知道说 其实现在讲很多这些所谓的精神压力等等这些失眠 他本质上 我再强调一下他还是 某些 生理状况下的这些变化 只是我们 在主观上会把他容易把他归类为这个心理的压力 可是其实 大家知道压力其实就是一个很 重要的一个生理的一个 一个表现 好那这个 不宁腿症候群常常就是会合并这个 一个周期性的腿动症候群 那周期性的腿动呢 就是指我们在 很晚的睡眠前才会观察到的一个 一个生理的这个腿部抽动的状况 那他的定义呢 我就用中文来呈现 那就很清楚给大家看 他必须是要连续发生四次以上的腿部抽动 每次的抽动时间是0.5到10秒 而且每次必须间隔5到90秒 那这个 左右腿呢如果有抽动的状况 间隔必须超过5秒 那这个 有时候呼吸呢会造成Rausal 所以他也会造成一些腿部的这些 的 抽动呢 那 所以呼吸时间前后0.5秒内就不能列入叛读 那另外就是呢 这个 一样就是跟Rausal相关的这些 腿动呢 他也不能够列入叛读 所以 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 这些睡眠叛读呢 其实之所以要列入这些条件 那目的也就跟我们一般的医学诊断一样 他就是 希望 能够更精确去定义出一个Phenotype出来 那 你很容易就说 问说 那这些Phenotype到底 能够 他的 精准性跟他的意义 是不是真的能够符合我们的要求 这确实是一个疑问 所以 那不管怎么样呢 我们 这个医学他本身就是一个模式辨识的科学 所以 我们就是 有这个需求必须要把某一个观察到的事件能够定义清楚 所以 你看到这个周急性腿动症候群呢 其实它 它是有一些 定义在 但是我们常常也会看到 整晚呢 有些病人他其实腿动还蛮多的 可是 他也会产生一些周急性腿动 可是他不见得就完全一定是 这个跟神经相关 所以 这确实有时候需要跟其他状况做一些鉴别诊断 那 从下面这个图给大家看 我们一般测量腿动都是由这个 前进骨肌 这个 位置来测量他的这个腿动 这个部分会贴上一个一延区积电的这个讯号 然后帮助我们判断这个腿动症候群 那 这个腿动呢 通常都会发生在这个 Long REM的这个 N1跟N2的这个stage 那通常在REM的时候会减少 那这个 刚刚说过 有布宁腿症候群的人呢 他常常 70%到80%的人都会合并这个腿动症候群 但是反过来说 有PLMS腿动症候群的人 他不一定会有RLS 所以有些病人他即使说 我没有这个布宁腿症候群 那你也不一定能够说 排除掉说他一定不会有PLMS 只是说 他合并的共病的比例还蛮高的 那 这是一个典型的这个 腿动症候群的一个 一个病人的忌妒 那因为受限于这个 我们保护病人隐私的关系 我不能够在这里把 这个影片播放出来 那大家自己看得到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做这个 摄影 就是因为 我们如果要判断这个腿动的时候呢 也要看一下 他到底 他是 怎么动的 就是他 他有没有可能是 其他一些 这些鉴别的问题 他比如说他是一个做梦的行为异常 或者是说 甚至可能是一个癫症的状况 那这必须要做个综合的判断 这个例子来说他就是一个 典型的 周期性的腿动症候群 那 那以这个例子来说呢 他 其实就是一个做梦行为异常 所以 我们 比如上面来说他有一个快速的眼球转动 同时呢 这时候发生这个 一眼区 变化现象 然后搭配呢 他的这个 睡眠这个 摄影的这个记录 我们就可以去判断 他这是一个做梦行为异常 而不是一个这个腿动症候群 这等等这些东西 所以 从 虽然刚刚这些定义讲的 看起来很复杂 可是从直观上面来说 其实还蛮容易理解的 那 更严重的情况下 当然也有就是 睡眠当中也会发生癫痫 其实癫痫呢 并不是 只有在 日间清醒的时候会发生 事实上有一些 少见的癫痫呢 它是发生在夜间的 那夜间癫痫呢 其实 有的时候也蛮危险 因为他容易造成缺氧 然后再来就是 夜间反复的癫痫呢 会影响睡眠品质 那 甚至呢 有些 本来一开始是夜间癫痫 也可能会 慢慢就是演变成 就是白天也会癫痫发作 那 夜间癫痫呢 有时候就是 其实病人自己不一定会知道 常常都是家人观察到 然后呢 就是就意 真的做了这个 睡眠记录之后才发现的 那癫痫的时候呢 他绝对不会是 这个做梦行为异常 这种表现的 他 一定是脑波有个癫痫的 变化 所谓癫痫就是脑波不正常的 这个放电 所以他会有一个 脑波 开始做一个 剧烈的这个 放电的这个现象 呈现在脑波记录上面 伴随着这个可能全身的这个tonic clonic seizure 这样的变化 所以这个是 今天没有把呈现出来这个图 就是 我只是讲说 在这个 整体的这个 这个动作的这个记录上面 就是从 腿动症后群 到这个 做梦的行为异常 到这个 癫痫 都是我们要去看的 那这三个病其实不一样 没有什么 彼此之间没有关联 只是说 这是我们要去区分的 这些神经学的 上面要注意的 这几个不同的问题 那 这个课的最后呢 我们就来跟大家 练习一下 就是 我们 先不看心跳这部分 那 先从这个 睡眠的这个分析的 图上 以及这个睡眠姿势 氧气浓度变化上 你可不可以就 已经能够 融会贯通 去知道说 这个 看到这个图就知道 这个病人 他是什么样的问题 他是不是正常的 先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图 想一下 想个大概30秒 然后 我再继续跟大家解说 好 那这个图呢 其实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通常就这样看图说故事 这个病人他大约是在十点左右开始关灯睡觉 经过半小时左右入睡 入睡的前一个小时 其实出现了一些第三期的深度睡眠 在入睡之后的大概大约一个多小时 就开始出现第一次的做梦期 在第二次的non-ram又出现了深度睡眠 N3的睡眠 在晚凌晨2点以及凌晨4点之后 出现这几次的ram 所以整个睡眠结构来说 其实是还蛮正常的 同时他睡眠当中姿势有些变化 他有平躺跟右侧躺跟左侧躺都有 在这姿势的变化当中 其实你都没有看到他的讲气浓度 有很明显的平凡的变化的现象 在潤晴当中是有一些氧气浓度的变化 可能有一些呼吸中止或浅呼吸的事件 但是其实氧气浓度都没有掉到90以下 整体来说他的呼吸的事件应该频率并不高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人的一个睡眠 他没有任何的这些睡眠的障碍 那你会说那这个入睡半小时装算一种问题 其实这个在第一次在睡眠中心睡觉的人还蛮常见的 所以我们通常不会以这个30分钟就作为一个 判断他入睡困难的一个分界点 那这个第二个例子再给大家想一下 这个可以快一点大概15秒 这个电影也要看读说故事 所以那病人也是大约10天左右关灯 但是他花了非常久时间 他就花了3个小时时间才入睡 入睡之后没有任何的深入睡眠 都是在N1或N2 那一直到早上凌晨5点 那同样的他这个入睡前 这个姿势这个叫做辗转难免 有这平躺左侧躺右侧躺 都有 那只有在入睡之后呢 开始保持比较长平躺的姿势 但是你可以明显看到 这个他入睡之后有明显的这个 periodic limb movement的现象 我们会分两个段记录一个是 limp movement他只要有 腿动就是记录下来 从腿动当中呢我们再去区分他是不是一个 周期性的腿动 他有平凡的周期性腿动的这些现象 那另外就是他的氧气浓度 也有一些变化但是也不是非常的平凡 你可以说他其实呼吸的这个事件并不是非常平凡的状况 他主要还是腿动的问题 那这个病人要搭配问一下他有没有这个不拧腿症候群 所以如果 实际上这个病人问起来确实是有的 所以他是一个典型的不拧腿症候群合并这个 腿动 这个周期性腿动的这样的一个病患 那 很常见的就是造成入睡困难 好那大家再看一下这一张 这一张应该 如果前面经过几个练习之后应该驾轻就熟了 这个我们就花10秒钟时间 这个图一样看图说故事 就是 你也看得到就是 他其实从关灯症候很快就睡着了 而且也出现了一个第三期睡眠 那这个病人的RAM其实不是很好看 他几乎没有特别 就是他出现的很短暂 所以可以看得到 那凌晨3点跟凌晨4点的时候 跟别出现过短暂的这个RAM 那另外就是他 明显看到很 出现很频繁的这个 Wake跟Rausal的现象 所以 可能今天比较 没有提到就是Wake 其实是指就是 这个奔期叫做情形 但是如果他 他的Rausal是在5到15秒 对于这个范围的话 我们就叫做Rausal 因为5到15秒不足以看见他是一个Wake 你可以看到上面出现很多的Rausal 那也伴随这个 这个 实际上30秒的分歧 判断为清醒的现象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再看一下 他的 这个 睡眠姿势呢 其实 到部分都是平躺的 那 就在凌晨一点的时候是比较属于右侧躺 那 在凌晨4点的时候也改成右侧躺 你可以看到在平躺的阶段呢 他很频繁出现呼吸中止 氧气浓度会下降 那但是在 右侧躺 以及这个左侧躺 右侧躺的时候 他的这个 呼吸中止的状况就变得比较改善 所以 这个是个明显的跟睡眠姿势相关的这个呼吸 的这个 事件 那但是他因为他合并的一些缺氧的现象 所以这个病人 从肉眼上来看 他 至少是一个中重度以上的这个呼吸中止症 那他伴随的就是很频繁的醒过来跟缺氧的现象 所以这是一个 典型的呼吸中止症的一个例子 那通常这场件就是主色型的 呼吸中止症 那所以 透过这几个例子呢 就跟大家做一个 这个 总结性的 睡眠 多项生理检查的一个基本判读的介绍 那 大家可以 看得出来 这堂课其实 虽然我们只是做一个基本判读的介绍 其实 已经包含了不少的细节在里面 那但是就让我讲了如果你要成为一个 真正的睡眠技师 或者是你要针对这个这些讯号做进一步的研究 你还需要 一些更详细的这些背景知识 那这个就是 在睡眠上面我们 很有趣的地方 因为几乎你可以很多的题目 都可以从这里面发掘出来 那我们的课 这堂课就到这边 那 有什么问题可以在 这个 E3平台上面或者是 Email 再跟我反应或联络 谢谢大家 这个是一个最后 忘记了这最后一章 这是 给大家看一下 那 跟前面那个 这个 这个呼吸中止症其实是类似 但是其实 可以自己 自己练习 看图书故事 那再做一个练习 那我们课就到这边结束 很开心 的 因为 很开心 这就是 感受货币